正经关不了 关不了正经 各位同学周末愉快 今天在美国是7月19号 那这一天呢 是一个大日子 这是我的结婚21周年 所以请大家祝我结婚周年快乐 用加一来祝我的结婚21周年 结婚快乐 周年快乐 那你说这个有什么发表感想呢 要发表一篇长篇的演说吗 一言难尽 婚姻是一种很炫的东西 一言难尽 祝大家婚姻都很快乐 好 今天呢 我穿短袖 这件衣服是我们的皮口衫 夏天的皮口衫 一年没穿了 拿出来 衣服还是很棒 很挺 料子非常的好 那这个因为我刚从美国的沙漠逃出来 我从Las Vegas Nevada 刚回到这个加州 在要过一阵子 在要过一阵子要去巴布亚牛几内亚的食人族报道了 所以那个地方我觉得很特别 大家的印象都是说Las Vegas是一个SIM City 罪恶城市 什么吃喝嫖赌都在这里 可是大家却忘了一件事情 我去看了这个Nevada Las Vegas 我觉得美国确实是great again 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可以把沙漠建设成这个样子 你不得不赞叹 那他们的这个道路绿化 让你仿佛除了天气像那个 像那个烤箱之外 你放眼四周 你仿佛不会知道说这里 曾经是沙漠 或者说这里现在还是沙漠 当然这个要感谢 某种程度了 要感谢这个西语义的移民 因为美国的造桥铺路 这些修理地球的事情 绝大部分都是amigo 都是这个西班牙裔的 这个西语裔的人在从事的工作 好刚从那个很热很热的地方逃回来 所以呢我就穿起了我的夏天的短袖 不过现在确实也是夏天了 现在是盛夏 在美国在加州呢 北加州三不五十还会出现40摄氏度 不过还好是因为这边比较干燥 到了晚上很凉快 很舒服这个天气 好今天呢 有几件大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啊 就是正如同我们大家的预料 其实也没有大家 我在节目中预料 我猜对了 还有一些 在电视上的名嘴也猜对了 就是赖清德 一定会用公投的方法来 不是一定会用这个宪法 在这个宪法上的宪法 就是我们的宪法 其实我们被人家 JACK 一直以为我们临单 就说不许是跟这个宪法 没有一个宪法 一句外交的宪法 vazge 但是美国有个宪法 就是说 您要预订 因为我们的公投 我们的公立 我们的公政 我们的公政 就是公政 我们的公政 我们的公政 贊成290万票反对 也就是76%的人 赞成民法的婚姻 必须限一男一女 只有24%的人反对 也就是说76%的人 希望维持传统的婚姻制度 一男一女 那么蔡英文当然了 因为她自己是同志 那我们一直都说 我其实在民事的时候 就已经揭穿了 难怪她这么恨我 可是我说句实在话 你应该站出来 为你自己捍卫权力 你这才叫做有种 对不对 因为同志没有错 这不是对错的问题 这是选择的问题 如果这个社会歧视你 那你勇敢的出来 表达拒绝被歧视 最好的方法就是 自信的面对自己 面对别人 面对这个社会 结果蔡英文一如往常 她的个性来因的 大家公投的结果是76% 赞成民法一男一女 组成婚姻 只有24%的人想要修法 好了 公投结果输了 怎么办呢 拔拍掉 最后大法官推翻了公投的决定 开什么玩笑 憲法是谁制定的 宪法不是人民制定的吗 人民因为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修宪 或者制宪 才委托代表 大法官也是啊 人民没有办法直接去做审判 才委托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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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委托法官中的法官 叫做大法官 结果 去吃瓜表公 仆人呢 睡到主人的床上去了 这太不像话了 结果六年前呢 蔡英文做了一次 民进党做了一次啊 你们公投有什么用 76% so what 我就用几个大法官 都我的人啊 全部都我的人 我说推翻就推翻 所以赖清德学会了 对不对 立法委员选举输你 输你又怎么样 62比51 你们这个蓝白和62票 我们只有51票 我输你没关系 大法官都是我的人 最后呢 大法官直接通过 然后说什么 说你们这些国会改革方案违宪 这种做法啊 真的就是 一个完全就是逆民主的潮流了 好那 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我们来想一想啊 看一看 因为昨天呢 我不是跟大家分享了 川普在美国共和党大会上的那篇演说吗 我还没讲完哦 我大概只说了大概四分之一 可能大家对美国国内的内政不是很有兴趣 所以昨天我觉得好像大家看我的节目没有那么往常那么踊跃 因为我一直在谈美国这个川普他在美国国内的政策 不过我常常觉得踏山之石可以公错 然后不是师这个 师这个什么 呃 师移至长寂以至宜 我这我从沙漠回来脑袋晒昏的你知道师移至长寂以至宜 这个魏元在海国图治里面的这句话 因为当时看到这个西方的船间炮利 我们不是常常的说这个美国好棒棒 美国好棒棒吗 美国爸爸怎么样怎么样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川普呢 在呃 四年前这个挫败 而且他官司缠身 才刚被起诉没有多久 好几个案子 什么性侵啊 什么这个呃 从这个私生活到国会山庄的暴动 他没有一样东西不被这个被起诉 so what 结果呢 他还被打了一枪啊 虽然这个枪没击中 他振臂高呼fighting 哎对了就是这样子啊 人生呢像一个战场 到处充满了血滴与火光 要不乏昂扬 不要做一只干瘦宰割的牛羊 这是诗人狼发罗的诗 人生像一个战场 到处充满火光 要不乏昂扬 不要做一只干瘦宰割的牛羊 这个就是一个成功者的决心 那川普呢 之所以能够在共和党里面没有人可以阴其风 最后共和党还是推派了川普 虽然他一生的这个问题 啊一生的官司 十分不这种状况 人生的官司 一生的官司 一生的官司 就上官司 一生的官司 一生的官司 这生的官司 这世上的官司 还是百分之一 这生的官司 咱们 那时候 对 绕 可以在台湾盘踞12年 看来会往16年去迈进 那你只能说 因为有什么样的反对党 所以就会有什么样的执政党 那么现在国会改革方案 大家喜滋滋的蓝白很开心啊 五项法案六项法案都通过了 结果 就等待 民意敌不上大法官大法师的法义 而这个大法官呢 他的选任又是非常不公平 因为这个大法官是由总统任命的 所以就变成什么 这就是军权神兽 变成总统一个人任命的人 可以去推翻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结果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意志 可以超越全民的思维 那这就是台湾现在面临的困境 进到广告 我借着我昨天的这个川普的演讲 以及川普的一些作为 我们来看看 如果今天川普是在野党 他面临一个国会投票的结果 被总统用他任命的大法官给没收了 他会怎么做 我不是猜测 我是有凭有据 今天广告马上回来 来自加州的水蜜桃 在阳光呵护下 吸收了丰富的养分 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香甜之味 每一颗水蜜桃都饱满多汁 入口即化 香气失忆 想吃脆爽口感 可冷藏一到两天再食用 若想要软嫩多汁 可以冷藏放置三到五天 风味更好 现在在1450购物网上特卖 使用折扣码 还彭丽妇照还能再折底100元 风味更好 合伙现在满下来 合伙现在的状态 改变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筋 好台湾现在面临这个状况就是 好像就是有理讲不通嘛 就是国会你怎么表决 这个吵吵闹闹答了半天 结果投票表决5个法案6个法案 全部被大法官给冻结了 而且你看 这个宪法法庭赶在立法院修会的时候 就是硬要把这个案子给挡住 挡住之后 接下来再来慢慢弄 弄个5年8年的 看你能奈他何 好 问题来了 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来看看在野党有什么作为 好 我们先来看看民众党怎么看这件事 就是这个以上的疑点 坦白说 讲了半天 有讲跟没讲一样 对不对 这好像在主持这个政论节目 说说而已 那行动呢 那就就这样子 人民付托你们 去通过这个立法院执行刑法 好不容易冲破了这种什么蓝鸟 黑鸟 青鸟 最后呢 最后搞了半天白忙了 那好 我们来看看国民党 国民党有一个检察官出身的吴宗宪 他不是艺人 好 那按理说会比较斗法吧 比较会跟大法官斗法 来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大法官 因为那时候有人问我的问题 他的前提是说 大法官如果受政治力介入 那这时候会怎么认定 那这时候他认定他当然 如果他真的被民进党介入成这样 他很难 我们就比较难期待他去做一个 宪法高度出来的解释 不过以法治面来说 我们先不要去提说 体制外的抗争 我们从法治面 因为毕竟我们是法治国家 我们一切先依照制度来去论 我们不要学民进党 从制度来去论的话 今天大法官如果他认定违宪 那我的做法就是 没关系 你的判决我看 我看一下你的判决理由长什么样 我依据你的判决理由 所有的问题我就去修我的法律 我再把我的法律修认之后 我再送一次删读 这是我现在我的想法就这么简单 我就反正你敢宣告违宪 我就依据你的判决 我去修我的法律的条内容 反正我就是主轴还是一样 我就是要有听证调查权 我就去修 修完之后我再删读 我再让总统公告 我再让你们去申请事件 没关系 大家来 我就改 改到大法官无话可说为止 我是依据你的判决理由去改吗 对不对 我这四年我就跟你耗这件事情 好 我不知道各位听完以后 有什么感想 我听完快昏倒了 搞了半天 我觉得我们要在国民党的说法是说 他们要跟大法官在法律上面来来回回的攻防 然后第一个攻防的案子就是但 然后第1个攻防的案子就是但 大法官说这个东西违宪 我们就修给你看 然后你又说违宪 我们再修给你看 他最后讲了一句话 我差点昏倒了 他说修到2028年 然后就让选举的结果 看看大家来支持谁 我跟你说 如果你要为了这个蛋 去跟他战四年 最后我只能告诉你 国民党会因为好不容易 人民付托你去通过行使国会的职权 结果就轻易的被民进党 大法官一个耳光打趴在地上 结果你不还手 反而在跟他讲理 来来回回的论法修给他看 修了四年 最后针对一个案子 第一案叫做鸡蛋 结论就是你摸面倒灰 这要翻译一下 摸面倒灰英文怎么讲 the face is full of tofu pudding 摸面倒灰 OK那怎么办呢 我说这个没办法 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在野党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真的也没办法 好我昨天呢不是跟大家讲了吗 川普在国会 在这个共和党大会当中的演讲 川普的个性啊 就是一个战斗的人 所以今天呢 为什么在美国的民意 会这个强烈的导向川普 看来川普就要当着美国总统了 他身上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个问题 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 一天到晚有人爆料 爆了这个爆料爆了那个料 那为什么打不倒 我觉得民心思辨 人民希望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 那这个强而有力的领导呢 要跟公理正义走在一条线上 不是像赖清德这样子 我觉得赖清德这样搞是 是只会突增一个 一个暴君的形象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他老是选择错的一边 以前我们不是笑马英九吗 对不对 我们说这个总统直选的时候 你站在委任民选这边 然后这个公民投票的时候 你又站在反对的那一边 历史上你永远站在反对的那边 你在哪一边呢 另外一边就会赢 现在赖清德在干一模一样的事情 蔡英文已经干了 已经干了八年了 赖清德又在选择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就是走在民意的对立面 搞不清楚潮流 那好 我们来看看 这件事情啊 我们先从四年前 在美国发生的国会山庄的事件 你现在去看维基百科 没有人把他称为国会山庄暴动 因为他是一个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的一个事件 所以你会看到他的翻译 没有riot 多半就是什么 国会山庄骚动 国会山庄冲突 就如此类 好 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来回忆一下 就是在上一届选总统的时候 这些人是什么 那是中国的美国特别的 这个美国特别的美国特别的美国特别是 这些人在上一届选顺义 所以你们现在的美国特别的美国是 我既然是要出国的美国特别的美国主持续 我就很安心的去睡覺了 結果第二天說什麼 民主黨贏了 怎麼會呢 因為我們看那個開票的結果 一路都覺得共和黨贏 可是最後在一些關鍵州 原本是領先的 怎麼突然到後來翻盤 我也覺得很奇怪 那當後來有人解釋說 那是因為某些票櫃什麼 這個海外的或哪些票櫃 因為比較傾向於民主黨 或者票比較後來 可是那個結果 就讓大家覺得有點出乎意料之外 好 在開票之後 共和黨的一群人 大概2500個人左右 聚集在美國的 國會山莊大廈的附近 聚集抗議 抗議什麼呢 抗議這次的選舉無效 我們來回規一下 回憶一下當時的這個情況 那是在2021年的1月6號 大概2500名左右 支持美國總統 川普 那時候川普還沒卸任 他們這些示威者衝進了 在國會山莊的美國國會大廈 當時是美國國會的聯席會議 正在 計算選票 到底在新的一群人 沒有 金 普 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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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 公 公 就在這個時候 川普發表了演說 他強烈地 譴責這次的選舉做票 他同時要求 當時任參議院議長的副總統 在讓他知道 要出面拒绝承认这次选举的结果 结果在1月6号的上午 示威者在椭圆形的草坪上面聚会 当时还有川普的儿子 他的小儿子 还有他的儿子 Donald Trump Jr. 还有前纽约市长律师Julianney 他们主持了一个集会 他的名字叫做Save the United States Save America 拯救美国 聚集了两三千个群众 当时在抗议的情况之下 群众沸腾 最后演变成为一场骚乱 好 进一段广告 我们来看看川普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黑樱桃 以其甜美多汁的风味和鲜艳欲滴的色泽 成为水果爱好者心目中的绝佳选择 生长在美国华盛顿州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这里得天度厚的气候条件 充沛的阳光和清新的山泉水 为樱桃提供了完美的生长环境 每一颗华盛顿樱桃都在精心的呵护下 茁壮成长保证了其卓越的品质 櫻桃富含维生素C 纤维和抗氧化剂 对健康大有注意 现在输入折扣码 郑文灿背关 就能折抵100元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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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经关不了 关不了正经 发生在2021年的1月6号的 国会山庄的滋扰事件 因为现在在维基百科上面 或者是一般的政治正确 尽量就没有用暴动这个字 大部分都用什么滋扰冲突 那么发生在2021年1月6号的国会山庄事件 川普当时强硬的发表了一篇演说 那这篇演说也被人家认为是 去鼓动大家去冲进国会山庄 造成这些冲突事件的一个导火线 所以川普被联邦的检察官起诉了四项罪名 结果后来 到了最高法院帮川普解套了 他们认为总统在任内 享有某种特别的刑事豁免权 特别是针对他在他的执行公务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在美国总统执行公务的任内 即便你有一些让人家觉得是犯罪的行为 但是总统在任内 如果因公而执行的事情 享有一定的豁免权 所以川普看起来在选前 有关于国会山庄事件 他被起诉的四项罪名是被解套了 蔡同学你不要高兴 这是因公 对不对 你1983年持续的诈骗行为 跟公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私人行为 而且是私人诈欺行为 最佳一等 好 那川普呢 他当时发表了一篇演说 后来被认为是 鼓舞这些冲进国会山庄的人 会来造成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导火线 那川普在讲什么呢 好 我们先说结果36个小时的冲突当中 造成了5个人死亡 还有170几个远景受伤 我截取一下川普当时的这篇演讲 是很激励那些示威群众 他说 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人 都不希望看到我们的选举 被大胆的激进左派的民主党 所窃取 他用steal steal这个字 他说 这件事情是他们正在做的事 那么 而且被假新闻和媒体所窃取 这就是他们 曾经做过 以及正在做的事 而我们 永远不会放弃 我们不会认输 当涉及盗窃的时候 你不承认 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受够了 我们不会再忍受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 用你所有人可以想象出来 最喜欢的术语来形容 叫做 We will stop the steal We will stop the steal 我们要停止偷窃 川普在这个演讲中说 他说我们有正义跟真理 我们对心中对美国怀抱着 这个深厚而持久的爱 我们爱我们的国家 我们对这个伟大的国家感到无比自豪 这种自豪升职在我们的灵魂之中 当然可能有些人并不赞同 因为认为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但是我现在讲的是说 川普就是用他这个很强烈突出的个性 所以让共和党呢 还有支持川普的人会非常的死忠 他毫无分明 而且很有魄力 我现在讲的 不是说在替川普背书或什么 我讲的是说 如果今天川普来处理 如果说今天川普卸任了吗 对不对 所以他算是在野吗 如果他发现在野的声音跟力量 人民选出来的国会的代表力的法 被总统任命的大法官给否决 他会怎么做 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个2021年的 1月6号的国会山庄事件 川普做了什么 他最后 他说 我们激动的人心的冒险 和最大胆的努力还没有开始 有人说他在煽动 尽管发生了这一切 我们还要说最好的尚未到来 他说所以我们要去 所以话锋一转 我们要去 我们要沿着宾州大道 Pennsylvania Avenue往前走 往前走就是通往国会山庄 他说 我们呢 弱者因为强者不需要我们的任何帮助 我们将尝试着 给予他们那种需要自豪感跟勇气 来夺回我们的国家 让我们沿着 Pennsylvania Avenue向前走 最后上帝保佑各位 上帝保佑美国 好 这个演讲被认为是鼓动 国会山庄的滋扰事件 造成了五个人死亡 在国会山庄这个事件呢 经历了三年多 最后有745个人呢 被关进牢里 还包括了在一个多月前吧 这个川普的辩护律师 就是前纽约的市长Juliani 被撤销了他的律师资格 同时呢 被告了1.5亿 被判赔1.5亿美元 最后呢 他以破产来这个 来回应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因为他在Georgia的时候 曾经毁谤了一些玄务人员 结果被告了 你看美国的诽谤罪 判得民事赔偿 判得很重 但他们没有刑事责任 所以蔡同学如果今天在美国 那肯定要被我求偿啊 不要1.5亿美元 1.5亿台币就够了 好不好 这五年来对我的人格 还有这个身体 灵魂的抹煞 我要跟这个蔡同学要回来 好 那么 Juliani呢 就因为这样子被判赔了1.5亿美金 1.5亿美金多少钱啊 40几亿啊 台币 最后他没办法宣布破产 所以在这个上次选举当中 确实撕裂了美国 相信觉得 拜登民主党做票的人 是咬牙切齿啊 恨不得冲进去国会山庄 把国会山庄烧了 可是 认为民主党没有做票 那一切的瑕疵 不过就是一些瑕疵嘛 这个状况 跟817万票 跟两颗子弹 很像 就是 他不像论文门 就是有一个是非在那里 就是你有证据在那边 这个选举的事情啊 这个计票的也 这个就是不严谨是一定会 但是是不是有系统的做票 这个没有人敢讲 除非真正的拿到证据 就像我对817万票 我是深深表示怀疑 有没有证据呢 我没办法有证据 如果今天我是立法委员 我一定进行调查 我一定动用国会调查权 来调查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不管调查出来 结果是怎么样 对社会大众都是一个正面的交代 远比什么鸡蛋啊 多少钱啊 要来的有意义多了吧 所以我都不太知道蛋头立尾 为什么这么喜欢蛋啊 如果你不喜欢论文门 还有很多事情啊 台湾的军购引清风命案到现在 没有一个水落石出 对不对 陈文成命案没有水落石出 林载雪案没有水落石出 引清风命案还牵涉到台湾的军购弊案 到现在没有水落石出 兆丰案没有水落石出 有人觉得两颗子弹没有水落石出 有人觉得扁岸到现在没有水落石出 这些东西能不能用国会调查权 来调查一下呢 结果搞了个鸡蛋 好 那我也没话讲啊 这个鸡蛋可能就是 说不定是里长就可以去做的事情了 好 那么 川普今天在美国 会得到 右派人士 这么疯狂的支持 跟他的fighting fighting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就在想说啊 如果今天 是这个 川普 在当在野党的时候 被政府用 大法官呢 去剥夺了 国会大部分人的决议的时候 他会怎么做 我猜了哈 你看啊 今天如果 我是国民党 我不要讲川普了 如果今天 朱立伦这个角色是川普 你想想国民党在基隆谢国良 对不对 台北市蒋万安 新北侯友宜 我们从这个地图上嘛 一直往下看嘛 然后桃园张善政 再来呢 新竹高宏安 都是都是在野党 都是反都是中央的反对党 然后新竹县长 杨文科 苗栗县县长中东景 这个一路下来 苗栗以北 全部是属于 蓝军跟白军的天下 就是中央执政的在野党 如果今天川普是国民党主席 他会怎么做 他肯定动员 就像他要这个Mike Pence 拒绝承认投票的结果一样 我猜他肯定会怎么样 让新北台北基隆 新竹苗栗 桃园这一挂下来 所有的警察出动 哎警察权是地方政府的权利啊 警察出动 保安大队出动 去包围司法院 看你谁怕谁 对不对 甚至包围总统府 如果今天是川普的话 结果川普这个 好恶分明的个性 获得了美国大部分人民的支持 希望他能够成为美国下一任的总统 所以呢大家想想看 台湾的反对党也许不需要采取这么激烈的手段 但是你去跟大法官玩文字游戏 去跟他慢慢玩修法 刚好中了民进党的计 因为民进党就是要拖嘛 他要拖到让这个法案没有办法实行 然后拖到选举 下一次呢把这个立法委员的票再选回来 我们国会呢过半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他们现在在双面进行嘛 一方面用大法官 一方面呢想要在地方上发动罢免 就是选举选输 你我看看能不能罢你把你罢掉 让我们在国会里面呢又成为多数党 那另外一条路就是大法官视线 大法官都我的人啊 我叫他干嘛他就干嘛嘛 所以才会出现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征 提前告诉大家结果 你们看看 这种大法官 如果今天换成川普 肯定把他包围了 对不对 动用警察权包围嘛 就像川普要求那时候的副总统 这个Mike Pence 把这个就是用他的权利呢 拒绝承认拜登当选 不过这个事情经过四年之后 民众似乎还是继续买川普的单 这里面当然有很复杂的因素在了 那美国的这个历任总统 大概也没有比川普更受争议的人 争议就是说他大名大放大好大坏 大起大落大开大和 不过我觉得政治啊 在今天这个世代上我的认知 我不想大家同不同意 我觉得政治就是一个角力 政治就是一个战场 就像诗人狼发罗说的诗 人生是一个战场 人生是一个战场 或者我们可以说政治是一个战场 到处充满了血滴与火光 要不乏昂扬 不要做一只干受宰割的牛羊 我把这句话呢送给台湾的在野党 不要辜负了民意对你的付托 所以现在来到我会说 或者那些刘先为我 一般刘先为自己的优先 在那些刘先为自己的领导 就在这个安全 我从推荐的也不该是 再说说 所以我刚才被她的 女生 天然是可以的 这个杘瘾的时候 我我从来想到 希望我来帮助 我从来 等候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有一年我不能够说 Thank God it's Monday 因为我每个礼拜天晚上都哭 就是我的Sunday Night Blue 非常困难的一个季节 为您介绍卢卡喜狐发祖 来自台湾的顶级沙龙品牌 可以有效解决油头 踏扁发,头皮屑,头发打结等绣发问题 经过正经小编们亲自试用 两三天不洗头不油也不塌 试用影片请见1450官网 任选两款洗发精加一款护发乳 只要1390元 今天使用折扣码恢复盈利 就能再折底100元 优惠有限 请尽速抢购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平正义跟体系的可长可久都有深远的影响 因为如果一个堂堂的世界一流的名校 他们可以在某几个高层人员把持之下 能够指路为马 能够把一个无中生有的学历 把它给透过政治的方法 把它给瞧出来 那整个世界的教育的价值体系 就会一系崩坏 所以这件事情至为重要 当然我们也会通知在台湾的国际媒体 好 这件事情就是被告 是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法务经理 Kevin Hans 我有一位朋友 好朋友 他是在台湾的外商公司的 前几大的公司当中 已经是非常资深的合伙人 他就写了一个简讯给我 他说 他说我 他说你应该公开跟陈长文喊话 你这一生都在追求公平正义 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捍卫价值 捍卫公益的一个律师 结果你所主持的理律事务所 怎么会去当一个Devil Advocator 就是当一个魔鬼代言人 这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最后讲了一句话 他说 理律该不会缺这个钱吧 意思就是说 你们接这个案子的时候 你们明明知道 蔡英文是贾博士嘛 那你去接这个案子 还去帮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辩护 这个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看看吧 这个高欣欣跟黄欣慈两个律师吧 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样去面对 这明明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东西 而这整件事件当中 他连我想Cavin Hans连共犯都嫌轻了 根本就是主谋之一嘛 他就整件事件在英国的一个主谋 无中生有到这个地步 一个东西到他手上 他作为一个法务经理 他不是管便当的 他不是管打扫的 是法务经理 他难道不会去看一下这个东西的来源 他的有效性 而且这个东西不是拿去给什么邻居啊 这是给台湾的法院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法务主管 要给一份资料给台湾的法院 他可以说他是善意第三者 不知情啊 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他被吓死人了吗 这个要怎么辩护 好 所以我们强烈的要求啊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法务经理 Cavin Hans 赔偿一千万 你们去看看 这个美国的这个律师啊 就是川普的辩护律师 Juliani 就是纽约的前市长 他因为在Georgia的这个选票当中 他说了一些比较激烈言词句 毁谤了Georgia的选务人员 被求偿被判刑 这个刑是民事啊 不是身体刑 不是这个自由刑 被判判决什么呢 判决1.5亿 1.1.2 他大概差不多40亿左右的台币 好 这个是人的名誉权 那我呢 我何止是名誉权 对不对 我的身体权 我的自由权 我的迁徙权 我的人权 全部因为你们这些人提供假资料 而且你是明明知道是假 你还做假资料 你去看二官三 里面的这一千封文件当中 包括你在内的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高层 都在想怎么样用政治的方法得到win-win situation 这不是我自己编的 你去看二官三的书你就知道 这信件里面都在讨论 我们要怎么样来创造一个双赢 让政治世界能够安然的落幕 好 你们玩你的政治 没关系 你们一个一个都跑不掉 伦敦政经学院 凯美汉是第一个 如果台北地方法院林伟环你要吃案 你吃吃看 你吃一个我们给你十个 而且会把你呢 登在二官四的封面 让全世界来公审你 好 我们要求呢 凯美汉是 赔偿一千万 而且在各大报 包括了英国的 The Daily Telegram The Times The Guardian Daily Mail Evening Standard 是 全国版的头版 我希望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呢 能够与这个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 能够知过善改 好 好 为什么我们要大张旗鼓的来告 林伟环说 我们没有管辖权 认为这件事情跟台湾没有关系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起诉状当中写的非常清楚 民事诉讼法第15条第一项明文规定 因为侵权行为设送者得由行为地之法院管辖 所谓行为地是什么意思呢 是凡为一部分实行的行为或者是一部分行为的结果发生地 都叫做这个属地主义的当地的法院 所谓的行为地的意思 就是说行为地是原因或者过程发生的部分 而且是一部分在台湾那就算了 而且这个结果 因为这个结果造成了台湾的法院对我发布通气 起诉我 那你作为一个传递假讯息 而且这不是私下交换 不是说给媒体 或者是给一个朋友 是台湾的司法机关 正式行文台湾驻英国代表处 英国代表处呢 派员去跟你协调 你提供了这个资料 然后给了法院 所以你提供资料的时候 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法律文件 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法院要采用的文件 你竟然公然的伪造文书 你说你的罪不大吗 接下来我们会对你做刑事求偿 你最好早点认罪 好我们就到此为止 好所以24号上午11点 在台北地方法院的23法庭 这个庭放在11点呢 也有一点点 也是有一点点这个故意的味道 因为他接近中午 所以他呢 极有可能给你炒炒结束 那我们就看看吧 我看看这个发培一审更审的 又是这个林伟桓这个法官 我看看你有没有一点点的反省 因为当时他判我们败诉的那个判决的 这个就那个判决实在太可笑 我觉得我一定要把它收录在二官四这本书里面 让大家来看一看这种判决 这种水准 怎么会发生在我国的司法 这个司法圈 你又觉得匪夷所思 啊 好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这个官司呢 就这样的滴水穿石 一路打上去 绝不退缩 就是川普那个正臂高呼的 f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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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刻 然后那边下来 和屋说是什么 也没有关系 我们这个故事 突然是什么 今天的成立 这个算是真的 看这个行动 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